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底下 中心 收看的是 灘烂时光 慧客斯 我是 节目主持人 管中湘 灘烂时光 慧客斯是由公式新闻遗体中心 PNN 高冥行动营记录了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 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司新闻一体中心 天安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 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想今天要谈这个主题 其实如果看公库的报道的话 应该会知道 在2月27号 其实在台湾发生了一个 警民之间的冲突 不过这个民可能不是只有 台湾的一般的民充 也包括外劳 因为有发生了一个 有关外劳的遣返事件 那当时也产生了一些 甚至在这种所谓的 彼此的叫骂的这种情形 因为有外劳要被遣返到回国 那这个事情其实也发生 在台湾恐怕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整个台湾的 有关外劳的制度上面 其实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中包括了仲介 包括了相关的外劳的本身 或是包括了警察 甚至还包括运送 接送外劳的这些司机 其实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关系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来跟他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桃园群众协会的杜光宇 来一起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光宇你好 你好 今天请你介绍一下 桃园群众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为什么会去介绍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呃我们协会是在2009年于桃园成立的 那把这个协会其实他主要是帮助本劳 有关他们劳资旧愤及筹主工会方面的事务这样 那因为后来台湾的很多工厂大概 因为本劳的数目越来越少 那变成外劳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从本劳那边也扩及到外劳权益的一个保障 那因此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工作除了本劳之外 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在协助 外劳的一些维权 劳动权益的一些工作 我们知道在227的时候 就2月17号在机场也发生了一个外劳遭到遣返的冲突 那你们知道这个讯息也立刻赶去救援 不过你们也跟这个行警 或者是跟这个司机也产生了一些这个冲突 可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吗 呃我们在2月26号那时候就接到那个外劳的投诉 他们透过脸书传讯息 说在227当天他们会被强制遣返 他们国家是印尼嘛 这两个是印尼的厂空这样 那这事情其实发生很多次了 就是我们之前 大概也有四五次一样到机场拦人 因为他在程序上是 他们会先经过离境验证 然后在游机场那边的那个 劳动部的关怀柜台 签证后就把它递结出境这样 所以我们听到这讯息 那我们有问过那外劳说 你为什么被递结出境 他们说他们不清楚情况 那我们当然也担心说是不是 是会有那个他们被违法强制离境的情况 也就是说明明他们并没有违反到机法的规定 那契约也还继续存在 但是被仲介给强制出境这样 所以我们当天是本来是先赶到现场 去了解情况 那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违法的事情 在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上面有违法的问题吗 应该说我们当天到那边才了解 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之前他们有去体检 因为外劳规定是半年要体检一次 对 那在他们送的检体上面 好像是他们有拿了别人的检体去做化验 但因此就对于就业服务法第7374条 产生违反的情况 那根据这法律规定 如果你用不实检体 去提供化验的话 的确构成被遣返事 那所以前版他们有什么不对 那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政的程序 为什么也会发生冲突呢 我认为其实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关键是 不只是说他们是否提供不实检体的这个认定问题 而再说 如果他们对于这个行政处分 也就是劳动部 他们下来的公文 要求他们在实施天内必须离境 事实上外劳在程序上 在那公文最下面 他们有30天的宿愿期 比如说他们对这个处分 如果不满的话 他们可以提出宿愿 并且可以因此延展 他们居留的期限 所以这个已经有一个宿愿期 那这些外劳朋友有没有去提出宿愿 那换句话说 这个其实在台湾的法律上面 这个宿愿期似乎是对他们 已经有的一些保障 这些保障 这些基本的这种救济的措施 这些外劳朋友做了吗 如果没有做 是不是也代表他自己放弃了这些权利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说 这些有关这些法律的保障 跟他们往返的这些公文 事实上全部都是用中文 他并不是有印尼文的对照 第二方面是 这些公文的递送 事实上都是寄到仲介那边 所以外劳事实上 他没有机会 去收到这些公文 如果仲介不跟他讲的话 我今天的争议主要是 2月27地解出境 在2月26号的时候 事实上仲介 所以才把那个公文拿给外劳 跟外劳说 劳动部判定他们必须十四天内离境 而且仲介是先把机票买好了 在26号才跟他们说 要缔结出境 所以是让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因应 以及也没有机会去知道 他们有一个程序上保障的经营疏远 嗯嗯 这样子听起来 其实看起来是这个仲介 事实上在2月26号才告诉这些事情 而且已经把机票买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从你的这个描述里面 这些外劳的朋友 其实他没有一个 他第一个 他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 其实就算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可能要去提出的相关的这种所谓的申诉 恐怕也来不及 可是这个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或是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外劳朋友到台湾来 他们唯一接触的管道只有仲介吗 他们到这里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 或者是在法律的保障 难道他们来之前 都没有任何的职前训练 或是都没有任何资讯告知的这个过程吗 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第一个 这些外劳他们的一个家乡 他们身处他们国家的背景 也就是来台湾工作 第一个很多是低学历的 所以他们本身在他们的 都是从向下 我跟大家理清一下 目前来台湾的外劳 大部分不是从都市来的 那是从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连找工作都很困难 所以他们来这里的学历 大概很少是超过国中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时他们来台湾的确在印尼那边 有做一些 勤浅的教育跟训练 但那时间很短 而且 他并没有那么详尽的 跟这些外劳去告知 台湾的一些法律规定 因为可能连印尼那边都不是那么清楚 他们法律规定 你这指的是印尼政府或是印尼的一些仲介 印尼那边有仲介 对 然后他们进来台湾以后 这边仲介其实完全没有去告知这个事情 我甚至觉得这是最夸张的是 搞不好这个仲介也不知道 就业服务法73跟74规定 提供不实检体会不会遣返 他大概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嗯 就算仲介不知道 那后来他也知道了这个提供不实检体这件事情 那难道仲介他也是在2月26号才知道吗 或者是说他其实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他也可以去协助这些外劳来提出这所谓的申诉 不是吗 应该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去年的12月所发生的 那其实因为这不实检体 所以发生一个问题就说 这不实检体有验出阿米巴利基 传染病的情况 所以仲介其实是在12月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仲介带着卫生局的那个承办人员 一块到工厂去跟外劳解释发生这个东西 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跟外劳去讲说会这么严重 会被遣返 其实后来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劳动部来的公文 他的公文期限应该是在2月中旬 要求他们缔结出现公文2月中旬就下来了 仲介师在2月中旬就知道他们会被遣返 可是一直不跟他们讲 一直拖到上飞机前一天才跟他们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遍台湾仲介都会有的情况 还是这个仲介师比较特殊 因为我自己也认识一些仲介 他们都会不断的告诉我们 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关心外劳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外劳如果常常被招到钱返 恐怕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不是吗 我觉得这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台湾法律规定 有时候如果你发生外劳逃逸的话 你对于外劳的一个名额以及罚款 这个会科与仲介跟雇主的一个义务 那事实上因为仲介担心外劳逃跑 他也很怕说如果他提早跟外劳说话 外劳觉得说那反正我到被替也出境 我干脆就早点跑掉 我干脆就被把打工这样 那因为这样他就希望说 不要让外劳知道这些程序保障 那用一种很突然的方式 让外劳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 就可以把他递解出境这样 减少逃跑的几率 这仲介的一个逻辑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在制度上面 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我们待会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 这个仲介的角色 以及这个所谓的为什么常常会出现 这种所谓的逃逸逃跑外劳 这样一种情形 也许我们再回到这个当天227的现场 当天其实你们在这个警局 也发生一些激烈的冲突 甚至也跟送这些外劳的司机 也产生了一些冲突 那这个跟外劳司机有什么关系呢 他只不过就是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而已 他为什么会跟你们有这些冲突的情形产生 我应该这么说 这个事实上有一个 我觉得仲介在法律的一个理解上 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因为在行政法法上 有科与他们必须防止外劳逃跑 他怎么科与 例如说如果外劳逃跑 他会被罚款 仲介并被罚款 所以他只误以为说他对于外劳有这种 去限制他行动的权利 我们那天的冲突主要是在2月26号 仲介 事实上在晚上就有点变相的 去限制外劳行动 第二天2月27号 他跟车行的司机交代说 你一定要确证那外劳 就是上飞机 一定要完整的就是让他一定要缔决出境 在这个过程他希望车行要保证达成这样的任务 因为这样的话 事实上那天车行才表现出那样的一个行为跟动作 所以这个车行的这些车主 或是这个司机其实也蛮无辜的 我认为说当然 我理解说因为他们也是受雇者 因为事后那个司机他也有对外讲说 他当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 因为他怕他如果没有保证那外劳可以顺利出境的话 这个仲介公司会责怪他 他也怕借不到塞笔生意这样 因为他们是一个长久配合的车行 那我觉得某方面或许我们可以去体会 或者体谅这个司机为什么这个动作 但其实我认为说他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说 有关人生自由这个限制 毕竟是高于他们民事间的那种司法契约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这样 那整个听起来有点 有点奇怪或者是说 就是不管是在于中介的角色 或是在于外劳的角色 或是在于司机的角色 其实他在于整个资讯上面 都是一个不清楚的状况 那甚至产生了某种的误解 甚至一些资讯的传递上面 可能是一个过度的 在逾越了这个法律基本的权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所谓的差异的存在呢 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 我自己都会觉得疑惑啦 老实说我自己都会觉得 因为我在从事这个外劳职员工作 大概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发现我跟这些仲介以及司机 好像对中华民国的法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事实上我跟他们 我有尝试跟他们对话 跟一些司底下跟一些仲介或是司机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外劳逃跑了 谁能负责 因为只有国家跟整个制度的 对外劳逃跑的这个压力 全部都压在他们身上 那因此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其他人不理解他们这样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外劳逃跑不只是罚款而已 仲介公司每年有 每两年有进行所谓的评鉴 外劳逃跑对他们评鉴的事项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 如果两年评鉴没过 仲介牌甚至可能会被取消 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的压力非常大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对于外劳逃跑的这个防治工作 全部都给他们 但是他们又没有公权力 他们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们才去慢慢去理解说 没有这样的公权力 但是又赋予他们这样的义务 我觉得主要的冲突来自这里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个公权力 但是又被刻意到这个义务 那事实上我们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一个人会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不管他叫做逃跑 或者是叫做逃逸 或者叫做离职 或者是叫做摆烂 各式各样的原因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很多的外籍劳工在台湾 他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私相亲切 或者是可能是来自于这个雇主的 一个不当的管理甚至某种的奴隶性的 这种做法 那如果把这问题都放在仲介的身上 恐怕被仲介也未必是一个 非常公平的这种做法 所以根本的源头 恐怕是我们待会要再继续 再进一步再去讨论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到 的是一个在整个台湾的外劳的制度上面 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很多的外劳 会跟雇主发生冲突 甚至也发生跟仲介之间发生的冲突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设计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观众像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邀请到是桃园群众协会的杜光宇 一起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仲介还有所谓的逃跑逃逸外劳的问题 光宇你好 你好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有大致谈到了所谓的 在这一次的227的冲突当中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在 不管是在仲介也好 或者是在于 这个外劳的本身也好 甚至可能包括 相关的这种参与的一些工作者也好 其实在很多的资讯上面 在法律上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或者是他并没有去把这个资讯 是充分的揭露 但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看 我自己也接触到一些外劳的朋友 他们会常常说 我今天到台湾来 其实我一开始付了非常大笔的仲介费 我不管是在国内 他们自己的国内 或是在到台湾来 有非常多的层层的费用 必须要去支付 所以我在这里的工作的薪水是不够的 然后他甚至会觉得很多的仲介费 故意去抬高这种所谓的仲介费用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呢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做补充 我们以这一次227 就是发生这事情 这两名外劳来讲 他们其实是在 从印尼的苏门达腊 过来台湾这边 但在他们家乡 他们的工作 一个是渔夫 一个是建筑工 那其实我后来知道 他们在当地的薪水 则台币一个月了不起是 2000多到4000左右 尤其像建筑工不是每天都有 鱼工也是 根本问题是那里没有工作 就算有工作 就是很低薪 就2000多块工作 所以据他们跟我所讲的情况 他们在那里是付了10万块台币 给印尼仲介 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钱 所以他们是把他们的房子 跟土地去做抵押的 抵押之后 他们来台湾 还要再付一个什么钱 还要再额外再付6万块 分期付款 一样是付给那边仲介 台湾这边仲介 开始就每个月付1800 从第一年1800 第二年1700 第三年1600 再将来给付 那所以你这样算起来 印尼那边仲介 实际上是收了16万的台币 那如果说 像目前他们来台湾 只有半年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他们被遣返回去的话 他们马上要背负 这16万台币 当然后面 后来有仲介 私底下跟我讲说 这后来的这6万块 分期付款是不用再付 可是前面那10万块 就逃不掉了 那如果10万块 你用他们台币 薪水2000我来算 他们大概两三年 不吃不喝 才能换得清这笔钱 所以这样的一笔钱 是两边的政府 所订定出来的 工订的价码吗 这个钱其实应该说是印尼政府那边订出来的 那我们这边的仲介的说法是这笔钱 最主要是印尼那边收的 台湾那边收的是每个月1800的 这个每个月按月底会的仲介费 但是我后来知道 有私底下这些仲介跟我讲 其实这笔钱两边都有分道 当然我不曉得是真假 只不过有些仲介跟我说 比较良心仲介 他说所有仲介都不敢承认是 前面付的这笔 所以给印尼仲介钱 是上两边都有分道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这些外籍劳工的朋友 这些移工的朋友 事实上他在仲介费上面 不管是在印尼或者在台湾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那所以其实当他们发现在这里的工作环境 或是工作待遇不如他们预期 那恐怕也会产生这个所谓的逃跑 跟逃逸的这种情形 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说 一旦这有发生逃逸外劳 事实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些外劳的这个coda是可以 会被限制住的 如果他没有被牵绊的话 甚至刚刚谈到他可能会被祭典 或是会被有一些相关的处分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逃逸外劳的问题的产生呢 为什么这些外籍劳工朋友 我们这些移工朋友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自由转换雇主 或者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逃跑呢 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在不能自由转换雇主 因为他们在印尼那边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来台湾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所以来台湾以后他们才发现 我们甚至更夸张的 来台湾才发现他被送到山上的槟榔园 那个可能 那个完全没有人烟的地方 每天工作 醒过来就要工作 他可能每天就十多小时都在工作 眼睛睁着时间全部都算老板的 单薪水一个月就拿到不到7000块而已 都没扣光了 那他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扣人这样 但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 你某些特定的室友 才能够转换雇主 那当然我们以刚才我讲的槟榔园那例子 因为事实上我们遇到那例子 那几个是以贪户的名义 男性申请来台湾 但老人都还没看到 他们就被送到槟榔园去 可是他们最大问题是 他们要怎么样去检取 因为很多外劳来台湾手机被没收 外劳手机被没收 跟台湾人的 我说一个比喻 是等于说你在个地方工作 老板跟你说 你不能讲话 不能看东西 你完全不能坐在联络 你就除了在工厂里面之外 那是比坐牢还更惨的 坐牢你还有其他管道 也许可以跟外面留 真的还是完全没有的 那这种情况他可能找机会讨 因为他也不知道台湾的法律 他可以转换雇主 所有的仲介 我不要说所有 所有有些仲介朋友给我抗议 有些血汗仲介 他们对外劳的说法就是 你台湾要转换工作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回去 你回去再重新过来 所以你除了回去 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你要转换工作 因此他们回去 就明显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们已经付了一次的 给印尼仲介的那个 十万块 怎么还 因为你要再来吃要再重新复制 所以几乎所有的外劳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 就是说如果他们遇到一个很糟糕的老板的时候 他们说好没有谁要管道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现象 如果回到一个刚刚你提到说 他们到台湾来之前其实不会知道他们会去哪个冰冰工作 然后之后会找到这个冰冰棱 那这时候我就有点好奇 他们到台湾来之后 雇主是怎么选他们 他们是怎么选雇主 那个程序那个过程是什么呢 他们没有办法选雇主 他们也办法选雇主 我跟大家说 当然他们在他们印尼 这很有趣 我后来听到这些外劳讲 事实上当在印尼的时候 如果以一个男性来说 雇主会叫他们签索的约 什么约 因为外劳他有类别限制 比如说你是哪个类就能做哪类 像渔工 看护 厂工 但其实他们在印尼这三种约都签了 甚至有的重建会跟外劳讲说 没关系你来台湾先做看护 但是我会找机会把你转成厂工 因为看护的重建费比较低 渔工的重建费更低 这是以印尼台边来讲 那因此他们在印尼那边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些工作 因为他如果不要的话他就面临他没有工作 我刚刚你所讲过 印尼的人口非常多 但失业很多 他们问题不只是没有好工作 而是没有工作的问题 所以他们才来台湾这边 来台湾这边 我看这描述说他们是没有选择机会的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选择机会 所以来台湾以后 基于说工厂怎么样选 那个是工厂的老板跟重建那边 去说明他要多少工人这样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过程是 这些过来的如果是 例如说这个工厂要5个工人 他们会叫仲介带工人给他们看 我们可以想象这有点像是 在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事情 人家挑看你牙齿 看你身体好不好这样 大概有点类似这样的过程 实际上没有那么粗暴 但是我觉得相规没有很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过程 不管是对于重建也好 对于所谓的外劳也好 其实他们都对对方是完全不了解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府能够介入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刚刚谈到不能够转换雇主 他有什么其他相关的外劳也好 他有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救济的措施吗 甚至对于雇主也好 他们会有一些 我就是不要你那我们怎么办 那两边的要跟不要 他的权利关系又是什么 我认为政府可以 事实上政府现在的确是有介入 像例如说外劳如果要投诉 可以超过1955 这是政府一直在宣传的 那1955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对于 台湾劳工 如果遇到劳治曾有红 进行一个调解程序 那1955其实就是外劳的一个调解程序 只不过他的程序不叫调解 它叫协调 那因此政府劳工局 他很多工作 就在做这个协调工作 就通知双方 还有通知雇主 再来看这问题怎么解决 这样 目前政府是已经有介入了 只不过程序就没有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很大的原因是 在于所谓的外劳 没有办法自由转换雇主 因为当他去那边工作的时候 发现原来不是他所想象的 或者是他遭到非常多的 不合理的这种对待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 为什么我们不让外劳 可以自由转换雇主的原因 恐怕很多人会担心说 那到时候我来 然后你随时都要跑 那跟我原本期待你来这里工作的 那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自由转换雇主会有很多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逃跑外劳 也有人担心说 要赶快把他抓回来 因为要不然他会 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犯罪的可能 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嘛 这个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不要说远了 我们以香港来比较 香港外劳其实是可以自由转换雇主的 而且他们已经行使很多年 他们的方式是 如果你要转换雇主 香港政府会给这个外劳 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找新的雇主 自己去找 是吗 对香港 对 但这两个礼拜期间 外劳必须自己负担自己的时速 而且他也可以自由的 去决定他要跟这个中介节约 要跟新的中介签约 其实中介对他来说 严格说起来不只是工作没合 根本就是一个经纪人 又像经纪约这样的形式 但我们从香港实力看起来 他们并没有因为 我们常看香港其实发生的社会事件 他外劳引起的几乎是非常少的 我们所看到比较多的 可能他们之前很多电影 拍那个大陆的大圈仔 那些也不是外劳 所以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济看起来 这样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台湾的问题在说 因为外劳管理两种模式 一种像香港 是可以自由转换雇主 自由的去更改 跟中介间的契约 但是我们学的是新加坡那套 也就是说非常密集 非常严格的一种管理方式 因为新加坡模式 是把外劳当作他们可能都会逃跑 因此为了要防止外劳逃跑 他们设计了很多 去限制跟管理外劳的方式 可是我们来看起来 实际的经验看起来 这成效不彰 还是外劳逃跑 但是我觉得我们 归根究极 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社会怕外劳逃跑 为什么香港社会不怕外劳逃跑 外劳逃跑是真的 对我们造成那么多的社会事件吗 对台湾的社会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 这我想我们社会并没有经过一个 很严格或比较实证的 比较理性的一个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 一开始发生的冲突 或者是刚刚很多逃跑外劳 所出现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担忧 恐怕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外劳本身 或是来自于这个仲介 这样的一个角色单纯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整个制度上面 到底我们怎么去看 看待所谓的外籍劳工 这些从不同地方 飘航过好 在台湾来工作 来协助我们的这一群朋友 那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好奇 就是说好 那这些外劳他们逃跑了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去 那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的生活的处境又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台湾事实上有一群所谓的地下仲介 也就是说地下仲介圈 只是在台湾是很多人在从事这个工作 因为台湾很多行业需要外劳 尤其像农业外劳最近开放 但之前是没有开放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想我们有时候假日会去南投 会有家在山上 我们很多朋友就跟我讲说 他们去山上怎么会看到好多外劳 这样 我跟他们讲说这很正常 因为那些外劳 我看十四八九都淘宝外劳 我这样更夸张的例子 我有朋友有一次到花莲这个山上 他说 我不应该把地点讲得太清楚 不好意思 他说他在那个山上看到有越南村 我说什么叫越南村 他们看到一群越南外劳 他们集中住在一起 甚至连小孩子都跑来跑去 所以那个线上已经不只是逃跑外劳 而是目前台湾的外劳情况已经产生 像以前中南美洲或者土耳其的外劳 进入德国那情况 已经开始产生长久居住 甚至形成聚落的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的思考不只是外劳问题 而是这些人 他们就是要在台湾居留 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在台湾出现 甚至也在台湾的外劳后代 那逃跑外劳 其实当然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我知道 有些逃跑外劳会被集中在某些工厂里 因为 那个如果逃跑外劳被抓到 对工厂主来说处罚厌重 所以 我们前几天也接获到一个讯息 就说一个逃跑外劳 那事实上他就是被 关在工厂里 他说那也不仅是他被关在里面 他有很多外劳被关在里面 那这关当然不是像我们在前天遇到的那么严格的情况 单说他们就真的先被没收 但是 这对他们的管理是比较严格 但是还不至于到 前天我们遇到被关在地下室的那种情况 这其实是一个 这样听起来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荒唐啦 所谓的荒唐是说 所有大家都觉得这些外劳的这种应该是一个严格的管理 可是在这种所谓的严格管理的这种状况之下 事实上又发展出另外一套的 所谓的地下经济 那如果从一个所谓的社会的角度来讲 恐怕又有一群人会觉得说 你看这一群人的这种所谓的跑到自己 跑到一个地方 然后做一个地下的工厂或是地下仲介 或者是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聚落 也会造成台湾的另外一种问题 所以这根本的地方恐怕是在于说 在一开始我们对于外籍劳工 或是对于所谓的移工 对于这些到台湾来一起 跟我们工作这些朋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一种 所谓的人权的价值 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 把他们当作是一种伙伴的态度 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跟本地的人 享有相同或是类似的待遇的话 这些问题恐怕会不断的发生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 非常谢谢杜公远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聊更多的话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